今天是2018年3月2日 今天是闲看富美生子的第18期 今天就讲一个刚刚出来的一个事件 就是针对到那个关岛 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旅游的游客 尤其是适用于这个免签政策的 就让中国大陆护照去那个塞班岛是免签的 这样的一些游客 美国的这个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出了一个新的规定 除了提交你的这个中国的护照 以及在那个CBP那边填写一个 I94的表格以外呢 还要再额外的提交一份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名字叫I736 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啊 新鲜出炉的 不知道大家看的 看不清楚 这张表格呢 是需要在线填写 就在这个美国边境保护局的官网上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I736的这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在线填写一些资料 就包括你本人的姓名 本人的生日 出生地 护照号码 护照的这个签发日期 以及你那个是否有没有申请过美国签证 是否有没有被拒签过 以及做一些那个安全问题的回答 填完以后呢 你需要把这个回值打印出来 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签上日期 然后在入境塞班岛的时候 你要同时提交这样东西 如果说不提交的话 那就会导致你无法进入塞班岛 这是刚刚新出来的政策 就以前从来没有过 看来这个塞班岛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 先不说这些 我们来那个简单看一下 这个R1736的这张表格 就除了前面罗宾说到的那些信息 个人信息 以及是否有没有申请过 美国签证有没有被拒签过 或者说美国的签证有没有被这个取消过 这些基础的信息以外呢 还要回答一些问题 就是一些类似于这个DS-160表格里面的安全问题 罗宾来那个读一下 第一个 你是否有这个传染性的疾病 或者说你是否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第二条 你是否因为这个攻击或者这个其他犯罪行为而被拘捕 或者这个提起公诉过 即使你最后被赦免了 这个也算的 第三条 你是否是这个麻醉类药品的成瘾患者 或者是这个贩卖过这些麻醉药品 第四条 你是不是这个在美国境内被遣返过 第五条 你是不是通过这种非法的方式来这个得到过美国签证 然后第六条 你是不是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恐怖分子当中的一个成员 第七条 你是不是和那个纳粹德国的政府里面 通过在纳粹德国的政府下面 或者纳粹德国占领区里面对其他人这个进行过指控 这些问题你都要回答 那一般来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 当然都是添No了 就像这些传染病啊 精神疾病啊 这个刑事犯罪 比较重要的是 可能大家要看一下第二条 就是你有没有被刑事拘留或者起诉过 这个如果是有这样的话 那也只能诚实的填写Yes 至于到时候会不会给你那个入境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如果是你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添No的话 那一旦被发现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犯罪行为 以后可能是进不去美国了 然后说到这张表格填完以后呢 它你提交完 然后签上名签上日期 请记住它的有效期只有七天 所以呢 你在入境塞班岛要在提前七天以内 你来这个在线填写这张表格 不要填的太早 因为填太早了 你到时候填完了打印出来 然后去塞班岛的时候发现过期了 那你等于就没有填 所以说在七天以内记得填写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不像这个EVUS 就B1B2如果中国大陆的护照持有者 取得了B1B2签证的话 需要是在线登陆EVUS 它是EVUS是两年有效 但是这个R1736呢 它是一次有效 就是说你去一次塞班岛 你就必须要填写一次这个R1736 因为我们这边主题就是讲这个免签入境的塞班岛 至于像关岛这样的需要签证的岛屿 就今天就不做想数了 记住每次都要填写 千万不要忘记 否则到了入境的时候 你才发现没有填写的话 那就是非常尴尬的事情了 搞不好就被直接送回来了 不知道如果你没带或者没填的话 当地的这个CPP官员会不会给你补救的机会 好了 那这个简单的就介绍完了 就关于这个新出的需要填写的东西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什么端倪呢 罗宾就从头来理一下 塞班生子呢 就和赴美生子一样 就是也是近年来比较风靡的一种方式 赴美生子呢 就是取得了美国签证以后 去美国本土 像洛杉矶啊 旧金山这些地方生孩子 那塞班生子呢 就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 就比如说美国签证 没有拿到被拒签了 那因为塞班岛呢 它是持中国护照可以免签入境的 所以有不少的这个孕妈孕爸 就是采取到塞班岛生孩子的方式 也可以给宝宝的一个美籍 但是塞班岛有一些就 这个这个不好的地方 就比如说第一点 它塞班岛理论上说 只允许观光的游客 以这个免签的方式入境 如果你的这个入境目的不是观光的话 而是医疗 就像生孩子的话 理论上它可以不让你入境的 还有呢 就是说 入境塞班岛最长的停留时间是45天 一般都是可以给足45天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赴美生子 或者赴塞班生子的孕妇来说 这时间就不大够 所以说 可能要到孕州比较大的时候 才能入境塞班 就是可能对身体会有一定的负担 还有就是入境以后 它的这个免签给你的这个停留期45天 它是不能够去申请延长的 像在本土的话 如果你觉得给你的停留期 比如说给了你两个月或者一个月 你觉得不够长 你可以找当地的律师 去申请延长这个停留期 这个是合法的 但是在塞班岛的话 你会签署一个 R94上面就明示了 我如果给你入境45天的话 你是不能够申请延期的 这这点就是说是是比较麻烦的 就如果你发现 可能45天不够用 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先出境 然后再入境 而一种呢 就是就是还是待在当地 那可能就带来逾期滞留的风险了 所以说 塞班岛同样也能给这个孩子一个美国国籍 然后近年来 由于随着这个到塞班生孩子的这个孕妈越来越多 有个传言以前好像说这个哪一年或者哪一个月 在塞班岛当地出生的孩子里面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来自中国的这个爸爸妈妈生的 这个可能对当地的影响也比较大 再加上呢 塞班岛也不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一个小岛而已 人口也不是特别多 当地也只有一家的这个医院可以接生的 然后妇产医生也只有两位 所以他的承载能力也毕竟有限 最近呢 去的孕妇也越来越多 感觉上呢 这个塞班岛对于这个赋班生子 他会就就会执行一些更多的限制条件 就比如说最近一两个月 听说有很多的情况 就是孕妇想入境塞班岛 他虽然也给放进去了 但是给的停留期呢 非常短 短的呢 给三天 长的呢 也只给了七天 意思 意思就很明显 就意思着你要来旅游我不反对 但是你如果要来生孩子的话 我是不欢迎的 那请你在这个三天或者七天内 把塞班岛逛一下 然后就赶紧回去吧 那当然大多数的这个孕妈来了 一般就是不会走了 那就是付出一些代价嘛 就比如说有一些 逾期滞留的这个不良记录 或者说先出境再入境 以期获得更长的停留期 这是一点 还有就是对入境的妈妈这个审核更加严格 也听说不少有孕妈 就入境塞班岛也被送进小黑屋 进乡家盘问 当然大多数还是都被放入境了 所以说呢 这只是一部分的限制 然后现在突然又出来了这个新的Ri736表格的事情 那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赛班是不是更加有收紧的趋势 这样一种方式 谁都不知道 所以说呢 个人感觉这个边境保护局或者说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到赛班生子的这个收紧 应该是有这么一个趋势的 那在这个联想到最近 对于从加州 比如说洛杉矶或者旧金山圣和赛入境的孕妇 她盘查越来越严 有不少孕妇都被送进小黑屋 如果是城市签 当然还是没有问题 旅游签的话就比较 会有比较大的麻烦 这样的种种迹象看来 可能这个对于赛班生子也好 赛美生子也好 美国方面的态度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收紧 然后他们更欢迎这些有足够足够这个资金的 足够资质的或者你阶层足够好的 然后你的签证是足够诚实 告知他我要来生孩子的这些人仍然是欢迎的 但对于其他的那些就比如说资质不够好 这个资产不够多 或者说你申请了旅游签去美国生孩子的 他可能持一个越来越不欢迎的态度 好了那就今天就简要的讲一下 从这个RI736新的表格需求 讲起了一个话题 讲了讲赛班生子这样一个话题 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 或者对赴美生子其他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欢迎来联系罗宾 罗宾的微信号呢 在屏幕的左上角和左下角 收听罗宾音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 可以加罗宾的微信罗宾的微信号是82747970 82747970 罗宾呢可以给大家提供赴美生子城市签申请的代办服务 以及呢入境美国时候入境 入境话术的辅导 以及入境材料的准备的指导 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 欢迎也联系罗宾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